正言上人的一番話 開啟了沈順從 研發環保塊的因緣 接下來陸續研發出 環保碗 環保碑 不只是發明大王 沈順從還是會慈善家 熱心助人 就幫他蓋這樣子 後來加入慈濟 當年的道閣 赫波颱風 甚至921大地震 都可以見到他和駱駝車隊 在山區救災的身影 請駱駝車隊帶領 然後都是走到最困難 情況最不好的地方 都是由他第一線 來做這樣子的規劃 他不只講他也會做 對 他算是深教 沈順從自小家庭貧困 曾經一家9口住在積寮裡 但他努力打拚 激勵人心的故事 還在2010年 拍攝成大愛劇場 情意月光 三年前他罹患癌症 受到病痛折磨 但他仍不忘記 發明環保用品 做到最後一刻 安詳離世 一生奮鬥的故事 永存人心 大愛新聞 戰局國際中南投報導